NBA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 欧文正式回归篮网队 他在篮网合练时接受采访 谈到近期的心路历程等等 我们从欧文的采访中获得了许多信息 第一欧文在谈论篮网队的判罚和他的判罚时说 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以及这对我这个赛季有什么影响 但是不管怎样 我还没准备好去打疫苗 我尊重篮网的所有决定 那意味着什么 由此可见 尽管欧文现在已经回归 并且只能打课场比赛 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 认为他要想成为全职球员非常困难 至少有一段时间 欧文不可能得到接种 第二欧文说他非常想念篮球 还说什么 想到能够上场比赛就浑身沸腾什么的 说正经的 欧文这么说是相信的 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 一个从童年到大多数时候 就伴随着篮球的职业运动员 突然离开篮球 离开球场肯定会有不适应的 这个欧文应该没有说谎 欧文将自己的目标称为总冠军 这我想只是表示而已 欧文的回归有很多原因 有合约限制 球迷们的压力 恐怕至少要排上四五个理由 才能轮到总冠军 要是他真的那么有信心打赢篮网 那他就不可能做出以前那样的选择 但是无论如何 欧文回来了 对篮网来说 正如帕金斯所说 能让欧文打课场比赛 总好过一场也没有 对吧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但是我相信经历了这件事后 欧文和篮网队的关系就完全不同了 是哪支球队主动欢迎他 隔离与矛盾必然存在 若有交易 欧文的机会出现 篮网队绝不可能放弃 没有人知道 欧文什么时候才会做得这么好 对一个争冠的球队来说 他是一颗定时炸弹 欧文的故事 这个地方是来自为你 质为达检查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